好,同学们,欢迎大家回来 那么今天我们又要进入了这个单元的复习环节 我们现在一块来看一下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学过哪些内容 首先,从语法上我们在这个单元引入了重句这个概念 并且主要学习了两种重句 分别为Val重句和Van重句 而在日常表达方面,我们这个单元学会了情感表达 陈述理由,要求对方复述 谈论矛盾,以及列举条件 这样的一种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场景 好,那我们现在一块再来复习一下语法部分 刚刚也提过了 我们这个单元首先我们就接触了重句这个概念 那什么是重句,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重句就是受制于主句的语意不完整的句子 它有自己的语法结构要求 那我们再一块来回顾一下重句的这个语法结构是怎么样的 我们知道一个重句,它首先需要重句的引导词 重句引导词呢,其实就会规定我现在这个重句的意义走向 或者说白就会告诉你我现在是个怎么样的重句 这个重句是什么意思 然后重句引导词后面一般要跟上重句主语 那么最关键的点在于 重句里面的动词是要放在重句句尾 并且进行语法上面的变化 体现出现在这个句子的实态以及主语的变革 好,以上就是关于重句的最基本的一些概念和知识点 那接下来我们再一块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单元接触过的两种重句形式 第一类Val重句 我们知道Val重句呢,表达的是一种因果关系 它是一个因果句 表达的是因为 也就是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有这么几个例句 Ich bin glücklich, weil ich schon viele Freunde habe 这句话就是说 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 所以我很开心,我很高兴 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这个在中文里面这个因为,所以 这个所以在Val句里面 其实这个所以这个词是没有体现的 你在翻译的时候,理解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填上去 OK,我们再看下一个句子 Ich bin zufrieden, weil ich schon ganz gut Deutsch spreche 因为我的德语已经说得很不错了 所以我挺满意的 下一句 Ich habe mir Sorge gemacht, weil ich wenig Kontakte hatte 因为我的接触很少 所以呢,我很担心 前半句里面有个词 Sorge,已经接触过 担忧 担心 我给自己制造了担心 其实就是我很担心的意思 好,我们再看下一句 Ich war traurig, weil ich niemand getroffen habe 因为我谁都没有碰到 所以呢,我很难过 traurig 这个形容词比较实用 表示悲伤的,难过的 是个形容词 Getroffen 是treffen的第二分词形式 是一个特殊变化 那么这个词又表示的是遇见 因为我谁都没有碰到 Niemand 没有人 所以我现在怎么样 我很难过 最后一句 Ich freue mich, weil ich morgen nicht arbeiten muss sich freuen 感到高兴 我现在很开心 为什么很开心呢 因为我明天不用上班 这是多么开心这件事情呢 好,给大家讲完了 Wow重句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When重句 那When重句呢 它这边表达是一种条件状于重句 也就是说 如果怎么样的话 则怎么怎么样 那我们看一下例子 Wenn du etwas nicht verstanden hast Must du sofort nachfragen Wenn man keine Konflikt will Is de nachfragen eine einfache Technik 这边的文章中也有给我们说明 Wenn重句的情况下 一般会前置 就是说将重句部分前置 就如果这样子 像第一个句子就是 如果你有什么东西 没有理解的话 那么我们之前的讲解中 也说明过 Wenn因为它这个语意上面 天然的好像可以跟这个 Done构成一种搭配 所以在口语中 我们经常主句里面加一个Done 以比意义上面的一种连贯 这个现象比较特殊 其他情况下 请大家注意 重句在前 主句上来肯定是动词 那在口语当中 这个Done可能会放在动词的前面 主句动词的前面 当然原文中这边也是有括号的 大家可以注意 也就是说Done并不是必须的 好 那这两句话 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没听懂的话 那你就要马上问 Nachfragen 就是反过来问 而第二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人们不想要有矛盾 有争执的话 那再次询问 就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技巧 好 然后课本上又给我们强调了一下 当然Van引导的重句是可以放在后面的 所以就是这两句话 课文后面又把这个顺序调整了一下 OK 以上我们就是对Val和Van重句的 进行一个语法上面的一个复习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日常表达这一块 第一部分 应该表达 书上给我们准备了这几个例句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Freude 喜悦 高兴 Ich bin froh weil ich schnell Leute getroffen habe 我很高兴 因为我很快就遇到了很多人 Ich bin sehr zufrieden mit meiner Arbeit 我对我的工作非常的满意 这边后面用了一个 zufrieden 加上这词 mit 对什么满意 这样一个结构 Bedauen 遗憾 Ich kann dir leider nicht helfen Shade 很可惜我帮不了你 太可惜了 Shade Leider kann ich morgen nicht Tut mir leid 很可惜明天我 不行 很抱歉 Zorgen 担心 担忧 Ich mache mir Sorgen weil er nicht anruft 因为他没有打电话 所以我现在很担心 Was ist los Warum ruft er nicht an 发生什么了 他怎么不打电话呢 Was ist los 这个端语就是说 发生什么了 怎么了 Anrufen 这个动词我们以前说过 就是打电话 Angst 这个词表示是害怕 Ich habe Angst vor dem Gespräch 我们以前也给大家说明过 这个名词可以加借词 For 表示对什么害怕 怕什么 我对于谈话很害怕 Habe Angst vor dem Gespräch 好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点 论证 Etwas begründen Begründen 这个动词 就是表示论证 同样 我们先看一下例句 Wir leben gern hier Wal wir viele Freunde haben 我们很喜欢在这边生活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朋友 Ich lebe in Deutschland Wal ich hier Arbeit gefunden habe 我生活在德国 因为我在这边找到了工作 Sabachita arbeitet mit Migranten Wal sie die Probleme can't 这边有一个Arbeiten mit 这么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表示的就是说 以什么为工作对象 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就是说 Sabachita 他的工作主要就是和这些移民打交道 因为他非常清楚这些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补充一点内容 我们知道在论证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要表达出 因为 所以 这个语气 那目前为止 我们学过的能够表达因果的词 有这几个 第一个 Death Hub 第二个 Den 第三个 Wal 这三个词的用法 我们再区分一下 Death Hub 它表达的是两个主句之间的关系 所以并不存在的重句 换句话说呢 动词是不必扔到最后去的 而是只要保证 动词二位就可以了 而且 Death Hub 表示的是因果关系的 所以 Den 是一个主句连词 它表达的是 因为 而且 Den这个词 本身不占位 最后 Wal 这个词表达的是 因为怎么样 它是 重句引导词 它引导一个重句 好 根据这个讲解 我们 以 刚才 第一个例子为例 如果用不同的词 这个句子 应该怎么样表达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表达 我们喜欢在这边生活的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朋友 Wir haben viele Freunde hier Deshalb leben wir gern hier 或者 Wir leben gern hier Deng wir haben viele Freunde 或者 Wir leben gern hier Wal wir viele Freunde haben 好 希望大家在表达 因果关系的时候 可以考虑 这几个词 换着使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请求复述 这个点词 其实就想告诉大家 如果你没有听懂的话 你该怎么样请求 Ich habe Sie oder dich leider nicht verstanden 很可惜 我没有听懂你 或者您的 这个意思 Entschuldigung Ich spreche noch nicht so gut Deutsch 不好意思 我的词语说的 还没有那么好 Können Sie das bitte wiederholen? 你能不能再重复一遍 Können Sie bitte langzamer sprechen? 您能不能说得稍微慢一点? Können Sie das einfach sagen? 您能不能把它说得简单一点? 这几个句型都非常的实用 大家如果万一听不懂 或者说太快等等 你都可以考虑 用其中一个句型 来应对当时这种尴尬的场景 请求对方再说一遍 OK我们再看一下下一点 谈论矛盾 矛盾在生活当中 大家都不喜欢 但是可能也其实很难避免 多多少少总会碰到 这样一些问题 那遇到的时候 怎么样处理 以及对话上面 有什么样的策略 比如说 你想问原因 想询问一下原因 你可以用这样的句型 为什么 比如说 你为什么要停在这里呢? 那么 如果你是另一方 你要给出理由 你要给理由 你可以说 这是我的位置 也可以说 音乐太响了 Ich bin krank 我生病了 等等等等 生活中不同的场景 可能有不同的理由 然后 um rat fragen 那 有的时候 可能需要向对方询问一下 那我们怎么办 Was machen wir? Was soll ich machen? Was denkst du? Oder was meinst du? 我们现在做什么呢? 我该做点什么吗? 你怎么看? 那另一方 可以给出 建议或者忠告 Ratschlag geben 给忠告 Du musst zuerst notizen machen Du kannst im Büro anrufen 比如说 你必须首先要 做下笔记 有可能说 你可以在办公室里面 打电话 那么你也可以 Vorschlag machen 那么Vorschlag 主要是建议 它跟那个Ratschlag 这两个词 其实蛮近的 差异的话 Ratschlag 有的时候 可以有种忠告 忠告的话 就是说 我知道的比你多一些 我给你一个建议 你应该这样子 而Vorschlag呢 两者地位是平等的 就是我们都差不多 那你看我提出 这么一个想法 并没有摆的 就是说 这个语气上面 并没有摆的 你一定要听我的 那你可以用的句信有 Eschlag vor 或者 Wir können doch Wollen wir zusammen? 我建议 我们可以怎么怎么样 我们要不要一块怎么样 然后另一方 你可以接受这样的建议 Vorschlag Annehmen 接受建议 Anverstanden 我同意 That is a good idea 好主意 那如果你觉得 自己做的不对的 你可以道歉 Zich entschuld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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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e bitte Das tut mir sehr light 这个我就不说了 都是道歉 最后 如果对方道歉了 你也应该接受 Entschuldigungen acceptieren 你可以说 Kan problem Das macht nichts 没有关系 最后 我们再看一下 列举条件 那列举条件 主要我们要靠 Wen这个句型 这边前两句 例句 其实前面都出现过 我们就不讲解了 我们看后两句 Wen Sie so schnell sprechen Verstehe ich Sie nicht 如果你说的 这么快的话 那我就听不懂你了 Wen ich eine Auskunft brauche Notiere ich mir vorher fragen 假如我要去问询 那我首先会将 我的问题记下来 Vorher是指之前 Auskunft 这个字我们以前接触过 指的是对于 咨询的一个答复 因为它是 Auskunft brauche 如果我需要 这样的一个答复 体现的意思 还是说 如果我想去咨询一下的话 OK同学们 那到此为止 我们已经将 第15课的要点 又简单梳理了一遍 这些点 其实在之前的 每个小节里面 都已经涉及到过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 遗忘的 可以再去听一下 之前的课程 之后 我们会进入一个 叫做 Raststätte 这么一个环节 如果大家对 这本书的结构 熟悉的话 你会发现 每三课 也就每三个 Capital 后面我们会进入一个 Raststätte 其实就是对这三个单元 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那我们今天这一小节 就先到此吧 我们在Raststätte里面再会 チュース 我会进入一个简单的回顾 我们在Raststätte里面再会 进入一个简单的回顾 我们在Raststätte里面再会 进入一个简单的回顾